同时也是玉里镇民代表会的定期会 首先是玉里镇公所的实证报告 代理镇长江东成也是第一次参与地方民意代表会的质询 他在实证报告上说明 将着手办理玉里镇艺文中心场馆整建再造计划 来提升在地艺术活力以及活化空间目标 5月10号是玉里镇民代表会111年的定期大会 由公所各客室主管进行实证报告 代理镇长江东成针对玉里镇的艺文中心场馆整建再造计划提出说明 我们把四周的人行道的部专 我们要全面性的一个更新 因为我个人也实际上在我们艺文中心的这个人行道部分的话 夜间的话我们到处都有到四周来询看 它里面其实高低差还蛮大的 民众那个谁啊出路或者是老人家行走的话 其实也蛮危险 艺文中心民国83年使用到现在已经超过28年 是玉里镇上的艺文表演 婚宴典礼聚会等多用途的场所 设备也老旧不堪 无法达到有效运用 为了配合花莲县全瞻基础建设计划 在既有的建筑物周边环境管设硬体室内外空间功能改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争取到1000万元的这个经费啊 这发工建计是900万本公所是出自啊是配合管制100万元 在这边先行提出来向我们大会来报告 另外进一步说明这次整修工程先进行场馆结构的耐震力的评估 后续借由外部环境改善进行建筑物全面重塑 除了改善原有防水机能外 立面出入口将全面更新打造艺文新亮点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辞约 辞大 辞约 辞千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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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